但竟然隐藏致癌的危机吗 获理师谭敦慈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他认为说因为胡萝卜 硝酸盐的含量高 进入体内会代谢成亚硝酸盐 一旦碰上含有氨的蛋白质 就容易结合出致癌物亚硝酸氨 那么不只是胡萝卜 像是这个香菌还有九层塔 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解决知道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把这一类的蔬菜 先下锅稍微汆烫一下 清炒红萝卜很多小朋友不敢吃 不少妈妈干脆加克蛋拌炒 但这样的煮法你听说过 可能隐藏致癌风险吗 我是有听过红萝卜里面有含硝酸盐 然后碰到蛋就可能会变成亚硝酸盐 红萝卜炒蛋浅尝致癌危机到底有压没 根据林建良脸书团队护理师谭敦慈表示 因为红萝卜里含有硝酸盐 进入体内会形成亚硝酸盐 而蛋里又含有胺 当两者相遇就形成了高致癌性的亚硝酸 但也不是说这道菜完全不能吃 而是下锅前 最好先多了这个步骤 把红萝卜丝烫一烫 就能去除九层的硝酸盐 建议就是用新鲜的肉 新鲜的比较新鲜一点的蛋白质来源 来下去跟蔬菜烹调 那基本上它是可以降低它的风险 除了红萝卜丝 护理师谭敦慈也建议 硝酸盐含量高的乡村九层塔 最好也一样化葫芦 穿烫后再下锅炒蛋 咔透懂 毕竟民以食为天 不想乱乱吃吃出问题 小Pepo记清楚 记者程序已经过头道 但是我想 穿烫后 会不会连红萝卜里面的维生素A 也流失了呢 算了吧 还是不要用这几样东西 来跟蛋一起煮 多的是青菜 多的是食物 可以跟蛋一起搭配